北京时间7月5日 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赛事结束 中国女排已经前往美国备战 在八强赛中 我们女排的对手是巴西女排 对手实力很强 但我们女排也有机会去战胜她们 只要能打出该有的竞技水平和求胜欲望 完全有机会进四强 现在的中国女排已经进入蔡斌执教阶段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很多球员已经有了新身份 根据杭州亚运会新闻媒体报道 即将在杭州林平体育中心 开启第一届亚洲U16女子排球锦标赛 亚洲U16排球锦标赛 前身为亚洲少年排球锦标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 这次的U16女排锦标赛将有中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在测试赛现场 我们看到了郎平福将刘晓彤 目前她已经从女排队员退役 现在是北汽女排领队 那么她怎么会在U16中国女排国家队呢 现在的她也成为了U16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 从现场给出的照片来看 刘晓彤对小球员的指导非常细心 举止投足之间仿佛有狼岛的影子 可以确定的是 郎平指导对于刘晓彤绝对影响很大 刘晓彤也在2016年里 与奥运会帮助郎平拿到了奥运会冠军 对于我们昔日女排队员走进教练队伍 我们球迷是非常高兴的 刘晓彤已经成为国家队女排助教 虽然是U16女排 但只要她坚持走下去 相信完全有机会成为中国女排主帅 或者中国女排领队 相比于男教练带领中国女排 我们球迷更期待有女排退下来的队员带队 期待刘晓彤在教练岗位上取得好成绩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